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惯 我有一些小的偏方 我会有意识的不断给自己暗示 这个暗示是关于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我有些时候会非常的敏感 别人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就会脑洞 脑洞很多 其实这样好累 而且浪费时间 首先我能够判断这个事情是与我无关的情况下 有些时候我还会去自己去乱想 就想这个是和我无关 这个是和我无关 这个是和我无关 想到你麻木 就是一直 一直默念 一直默念以后 你会真的相信这句话 很快你就会投入另外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当你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到了 让你比较崩溃啊 难过啊 比较纠结啊 比较嫉妒啊 反正各种负面情绪的时候 一直默念 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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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会慢慢想起来 作业没做 马上要考试了 工资卡在哭泣 然后就开始反关于自己的事情 至少比浪费时间在别人身上好吧 让自己变好的第二条就是不要当任何人的舔狗 这个舔狗不是说赞美别人啊 赞美别人是需要的 我觉得 故意的去委屈自己 去讨好别人的话 这件事情真的是费力不讨好 我跟你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 然后铁一般的事实 我们大学的时候要拍短片是两个寝室合作 商场里面拍一个夜戏 拍了一晚上特别辛苦 两个寝室八个女生要搬好多脚架轨道 还有乱七八糟的机器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们的导演做了一件事情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让对方寝室的人全部都走掉了 让我们寝室的人去搬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们寝室就四个女生 包括他在内嘛 他自己也要做 但是我们就有点崩溃 他把我们当自己人嘛 然后不希望对方太累了 但是我们的话会觉得 为什么呀 大家都是一个组的 不是都是为了一个作品嘛 熬了一个通宵还要去搬器材 而且全都是女生 根本就抬不动 但最后还是抬回去了 本来啊 本来是商量着大家八个人把他抬走 可能对方的人就不太想抬 露出那种不太愿意的表情 结果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是他们其实也并不是非常领情 不要去做那种好像自己奉献了费力不套好的事情 大伤元气 第三个方法就是善于总结 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过我这样一个习惯 当时我是听进去了 但是没有做 后来在有一段时间里面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我感觉还蛮不错的 他跟我说他会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机前想一想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对 有哪些事情做的还不错 其实就是过一遍就行了 因为我经常失眠 想这个比想以前做过的那种蠢事或者糾事好太多了 如果你想的东西就是今天我吃了饭睡着觉玩了好开心 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天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 也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向上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人的求生欲还是很旺的 当你极度的沮丧或者是极度的自卑的时候 你可能会去和朋友交流 在网上和陌生人聊 我收到过好多这样的私信 或者是去一些网站搜寻答案 真的是在想要去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这是一个好事情 而且是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 否定自己的时候你要这样想 很多人说的话他只是站在他那个角度 他可能会达到一个让自己很爽的一个目的 自卑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没有一个牢固的自我认知体系 当你非常迷茫 非常痛苦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些建议就是 第一你可以写成功小日记 记一些积极的东西 你可以记在手机上 有些时候无聊的时候翻的时候会直接自己 哎 还可以哈 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它是一个强调性的心理暗示 我那个闺蜜不是来我这住吗 然后我们俩一起照镜子的时候 我就说 我好丑 我受不了了 然后她说 你有毛病啊 对着镜子说自己好丑 我每天都对着镜子说 我好买 我的天了 我受不了自己这种美丽的容颜 然后你在不断麻醉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觉好像真的越变越好看了呢 最后一条 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而且这个底线绝对不能妥协你 绝对 绝不 绝不 你做到了这一点 你会很神奇的发现你自己有了一个东西叫做安全感 不管是谁 触及了你的这个底线 不许把这个底线降低 然后转身离开 用脑电波把这个人拉黑 我这是真的研究过 很多人为什么会活得比较潇洒 你会觉得他的状态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底线 就是当他觉得 这个人触碰到我底线的时候 他就很礼貌的离开了 不给对方任何伤害自己的机会 所以说他不会被伤害 当我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牛逼了这些人 就是要这样活着 就是要这样活着 把自己当回事的人绝对不会让别人触碰到自己的底线 不要把它当成说教啊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而已 你觉得对或者错都有你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那么好看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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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怎么就承认自己好看呢 真是可怕 我是觉得自己自信很多了 然后自在很多了 对所有不自信的女孩说的一句话 不要去妄图追求自信 你需要追求的是一个自在 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怎么那么自信 他怎么老是这么自信 他可能私下的时候就是一个自在的状态 他会在自己言谈举止的时候呈现自信的状态 然后说我为什么那么好看哈 因为我下了功夫嘛 我自己学习了化妆 然后学习了搭配 说我把时间投资在自己身上 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 投资在自己的学业上 不要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情 什么爱 男男女女的 健康 摄恐怎么办 你就问对人了 你们只了解现在的我 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鬼样子吗 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很丢人 就是没有出来工作之前 我是一个高度摄恐的人 甚至到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去想外部买东西 我都要想很久 我要说什么 然后以什么表情说 然后对方说了什么 我怎么回答 我的天哪紧张死我了 然后我会手心冒害 会心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是这个样子 怎么好的呢 你出来工作就会好了 没有办法 必须得学会怎么和人说话 然后怎么跟别人交流 这就是成年人的苦劳 不过打破了那个屏障就好了 现在好多了 试着和人说话以后 自我表达能力突飞猛进 有些时候甚至可以把自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阐述的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我很多很好的想法都是我设恐时期想出来的 如果有设恐的话 其实可以反而利用那段时间来去提升自己 想一些问题或许在以后会帮助到你 我还是坚持那个观念 就是不要排斥自己 一定要学会接纳自己 然后学会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远离家乡家人独自出来另一个城市工作 你会不会感觉到孤独和迷茫 会 现在我正在迷茫是在家乡找工作还是独自到大城市 意思是说还没有来大城市 这个是得谨慎 我当时来是我自己的意愿很强烈 没有说一定要来大城市 看你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是和我一样这样强烈的人觉得不来这边你就发展的不好 你就得来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品质 在家里面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影响自己的发展 待在家乡或者离家乡近的地方也可以 至于孤独这个事情 我并不觉得我在家乡就不孤独了 特别是我社恐的时候 我老觉得别人不理解我 我现在确实有孤独感 你很多东西 你很多情绪无法释放 所有人都是这样 所有人都是这样 不是说我一个人才是这样的 所以会产生很多焦虑嘛 但是换个想法来说的话 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孤独呢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人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那么我们就不是孤独的呀 很多东西不是非得连在一起 《一腾热二》就一个漫画 就是非得人和人要在一起做好朋友 连在一起 要皮肤和皮肤接触在一起 没有的 一定要学会自己和自己相处 草酱的工作是什么 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 临近毕业的大三档真的好迷茫啊 我的工作是编导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工作 因为我学编道这个专业 完全是因为我另外一个同学 他想考这个专业 他教我 我跟着他学习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个专业吗 因为我想象力还蛮丰富的 比较喜欢看电视小的时候 非常完美的结合了我所有的优点 所以说我就选了这个专业 我很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创造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工作 以后会出更多的剪辑教程吗 想学 会的 但是频率没有那么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其他的视频 因为我最爱在视频里面闲扯八扯 我不管是什么视频里面多多少少会带上我专业的东西 而且我做的视频的话 所有的包装剪辑 还有片头片尾都是我的一些想法 才这样剪辑的灵感哪里来呀 哈哈哈 感觉每次这样这样的剪辑都好有趣 谢谢 我的灵感基本上有几个途径 第一就是听歌 然后就是我很想要去孕育的感觉 对 去孕育 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你自己把它做出来的一个 不管是一个物种也好 还是一个场景也好 就会让我很激动 考虑要招团队吗 这个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我一定会有自己的团队的 为什么草香会选择在北京工作呀 作为南方姑娘在北方生活最大的艰辛是什么呀 最大的艰辛就是太干了 干到我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适应 还是会过敏皮肤 特别是像冬天啊 本来就已经干燥了 还有暖气 但是那个暖气我是非常喜欢暖气的 暖气我爱你 有些时候补水真的很重要 我一直都会用补水比较好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工作 因为我从小有一颗自卑且自命不凡的心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专业必须来这种地方 我在我家乡工作过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到北京来的话 对我帮助很好的是快节奏的生活 整个人都是上了发条一样 见了世面 我觉得见世面对女生太重要了 到这边来会受到很多挫折 完全不同意你家里面那种温室的状态 迅速让你成长 好恐怖 得到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我自己的宝贝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啦 我不会排斥以后会去其他更好的地方去发展 他有这样做up主 家里支持吗 收入来源是什么 我的家里非常支持 其实在自信这方面啊 我还是蛮感谢我的妈妈 我的母亲 因为他一直对我很有信心 就当我非常非常狼狈的时候 当我非常非常沮丧的时候 他依然对我很有信心 这个力量还是蛮大的 给你们说一个事情吧 有一次我拍视频的时候 那天是晚上三点一直化妆 最后所有的素材都掉了 我就狂哭当时 而且边哭边说 我再也不想化妆了 我要疯了 我就跟我妈打电话 我就开到我 让我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 应该去怎么做 说了一句话 他说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是XXX我的本名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支持力还是很大的 我以后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这句话 我会觉得还蛮有自信的 我会接一些商业的视频单子 然后还有一些我这个频道的广告 草江对于恋爱观有什么看法 会选择什么样的男生呢 当你要去抱别人的时候 其实那并不是拥抱 需要两个人相互拥抱才是拥抱 这可能就是我的恋爱观了 会选择什么样的男生 第一需要有共情能力 就是说明白对方的感受 并且能够换位思考 可以让我感到快乐的一个男生 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是我 他还是他 就对于恋爱的话 我还是有一些建议的 第一就是不要有太大的需求感 需求感的话 你会把这种快乐 这个东西放到别人的手上 让别人给你 这个东西其实是得自己去给自己的 草降草降 感觉自己有点幼稚 怎么才能变成熟呢 我不建议你变成熟 我觉得成熟啊 不是说穿着或者什么 而是内心的成熟 变成熟是需要经历的 经历很多让你无法承受的事情 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我觉得幼稚是有很多好处的 有趣的人 他们都是保持了一些幼稚的心 而且这就是可爱之处 不许改变 过年有去相亲吗 没有 我是不会相亲的 而且我的家人也不会给我介绍相亲的 我家庭是非常开明的 他们都觉得只要我生活的好 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就行 而且我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为什么叫草降呢 这个东西呢 两部分组成的 第一是我的名字三个字都有草字头 所以说一定要是草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非主流时代 就是我在我玩QQ空间的时候 就是不用有个花降嘛 我在想有花降为什么没有草降呢 然后正好我的名字也有草 那我就是草降了 就是这样出来的 没有任何意义 草降降是哪的人呀 我是四川自拱人 是子拱 不是直拱 身高体重 我身高是1米63 体重是95-108 浮动浮动 偏右 星座 处女座 我上身星座也是处女座 目前为止最爽的一件事是什么 目前为止最爽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做了UP主 非常爽 头为雷家英女还需要参考 马上就给你聊 哎呀我的妈呀 我头真大 56 今年有什么出行计划吗 会拍出去玩的视频吗 计划这种东西是用来立flag的吧 我真的是认真的计划过的 去一趟青岛 去一趟上海 会不定期的回家 还有 我特别想去日本 这个东西立在我的五年计划类 为什么说你是一匹野狼 哈哈哈哈 我不像吗 哈哈哈 因为我想像狼一样 目光如炬 行动力迅速 你之后会录日常的视频吗 会 但是慢慢来 因为我现在渐渐适应了 就是对着镜头说话 或者是一些穿搭视频 或者一些剪辑视频 我还没有想通要怎么去做一个日常视频 等会想通就会有的 想问唱英文歌的一些方法 第一脸皮后 反复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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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白说哈 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去连词 就是连着读那种 You're on the phone with a girlfriend 听听听到里面那个wither with your 但是说的是wither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th 我知道北方读读H 南方是读h 就是这两个字加起来是个 这个发好了以后 你唱英文歌 英文歌 英文歌会好一些 放开去唱 先是自己唱给自己听 然后拼命唱给你的闺蜜听 哎呀 别人不会那么注意你的啊 也不会说你装逼的啦 就算说你装逼 我就装 我就装 下一个 想看草酱家的装修和衣橱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啊 我可以做一期视频 让你们看啊 一般喜欢听什么样的歌 我喜欢听有性格的歌 我很喜欢牙牙的歌 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才 很多MV都是自导自演 创意也很棒 我很喜欢它 草酱的小爱好都有哪些 我的爱好是自制柠檬水 把那个柠檬的皮削掉 然后把里面的骨 一颗一颗把它弄出来 切片 我觉得我很适合去当那种 外科手术袋 很喜欢享受那种 细微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有强迫症 一个柠檬风雨水泡好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得到了升华 想知道草酱的表情包 是自己做的吗 不是 我一般发表情包的话 是一个主题性的表情包啊 缺了哪个我会去做 因为我是个网瘾少年 所以说我经常去逛微博 甚至在淘宝的评论区 都会收到很多宝藏 都是我收集来的一些表情包 健身是自己在家里 还是去健身房 我不会去健身房 永远 never 因为我的钱签 不可能给他们 我都是在家里面自己锻炼 求作为蚕食官的日常 请看画面 小猫咪 不要害怕嘛 你叫破喉咙 也没有人理你的 破喉咙 喜欢吃香菜吗 还有折耳根 我喜欢吃折耳根 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 如果你喜欢吃香菜 还非得让我吃 我就给你打一架 有没有哪个瞬间 不想继续做视频了 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你放弃 B站这些小伙伴呢 第一个问题是 不可能 这是我的事业 终身追求的目标 希望越来越进步 然后下一个 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就是不可抗力 自然灾害 其他的原因不会 他这样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青蛙 小时候的糗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尿裤子了 而且是在回家路上尿裤子 边走边尿 还穿了一条裙子 想晓得草匠的歌单 我的网易名 我的网易云 名字叫做 娶你妹的名字 我只想听歌 草匠是与生俱来的 有品味吗 是的 是的 首先我从小就有强迫症 女孩喜欢玩 不娃娃什么的 我不是我是自己做 我自己做纸娃娃 吓死你们 用我爷爷抽的烟码 那个纸壳去做一个娃娃 然后给他剪头发出来 然后给他做发型 用那个手帕做衣服 一直做到高中 做了无数的娃娃 现在我都不敢去看 我的那些娃娃 然后那些娃娃 是我自己画的眼睛 他的脸都是我自己画出来的 听起来是有点渗得慌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在有意识地培养 自己的审美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多在生活中培养 就像你化妆 然后穿衣服也是一种培养神秘的一个过程 对了 还要多去发现生活中很美的一些画面 可能是一个小的玻璃瓶在那儿 然后正好阳光照过来 那个光透在上面就很漂亮 那也是一个美的瞬间 你要记住下来 你要记住这种东西 OK 想知道草象是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的 我现在至今都在后悔 没有好好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很羡慕现在的学生 很厉害 大家都会想到多去接触社会 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学生的状态 我根本就没有出去接触和社会 我深刻地后悔这件事情 殷殷殷 考研和工作该如何抉择 很多可能是大三就去实习什么 我选的是考研 我现在很多很多的知识 还有想法都是那个时候去学的 早上七点就到自宜室 然后一直看书 一直看书 看看看 看到晚上十点 中午吃饭都是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座位被站住了 如果你十分钟之后没有来的话 就会被抢走 看了超级多什么古希腊悲剧 美学 现在的我是可能真的进不下心来看这些东西了 但是我很感谢那段日子 学生的生活里 好像觉得最难忘的是 就是我和我的一个同学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一起看过一场非常盛大的日落 再活这么多年以后 都再也没见过这么美的日落 当时是什么 当时是我妈出差 然后我那个朋友去我家找我们一起唱歌 他突然跟我说他想去看日落 我说好吧 正好那个时候都六点了 太阳跨下山了 因为前一天下了雨 然后这一天出了太阳 我们俩就坐着公交车 去我们那边有个叫天池山 天池山有一个天池寺 我跑上山底的时候 呼吸都是带着一股血的味道 一抬头 正好就是晚霞的时候 因为那个庙后面是有一片那种空地 全部是种庄稼的 很多人在那边劳作 那边的光透过来以后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剪影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拿着锄头都 他们都不动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见过那么闷闷美的一个日落 这个雨真的好大 而且离自己很近 浅紫色 粉红色 橘黄色 所有的颜色都在上面 而且你不会觉得很土 自然的震撼 当时我们不要下山嘛 寺庙这边是有太阳的 而且有阳光 但是城市 因为那个山很高 整个城市全部灯都亮了 而且是黑的 超美 就是超级难忘 这是我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 应该没有到50个 但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已经够长了时间 我要见多久 最后还要有一句话 要说给那些和我曾经一样 不自信 很自卑的女孩子 这东西好 坏 美 丑 都是个人的认知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眼里的好 去委屈自己 憋屈自己 也不要因为别人眼里的坏 去放弃自己的渴望 我不是说 教你做人做事啊 这不是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人生导师 我特别怕有人说 你这个人生导师 老是给人家灌迷一魂汤 我说的都是根据我的经历 要总结出来的精华 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可以再聊这个话题 OK 拜拜